不管你现在跟粉丝团处得如何像一家人一样 一万多人肯定力量可能要比大哥这边要强一点 但是哥哥是你最亲的人 父亲没了 这么大哥岁数也这么大了 这么不放心你 每次可能还都得来上北京来看你 然后苦可苦心去劝你 你是不是能主动点 让大哥哥想点儿轻浮 把你自己所享受的成功的许悦 让他分享分享 比如说你演出的录像带 还有说什么VCR让哥哥看看 然后你们互相的没事给哥哥 也改编改编他 你让他也像你阳气点 我这发行这专辑都给他说了 哥俩步伐往中间接近一点 不要说一个北京人 你都不像北京人了 比北京的一般男士你全阳气 你看看你哥 他比我们写阳的 我们写阳人穿也不这样 所以你也改编改编哥哥 对 你多关心 你多关心哥哥 你主动点 所以你们的生活 就能更和谐一点 原来我想法 我是一百个反对 坚决反对跟我回去 不要在那发展 但听到你们这一说 这一介绍的情况 我思想也有一些转变了 我也不知道他歌 现在是唱得这么好 这么成功 这么红 他的歌唱得真唱得好了 我还支持他 他一定会在那里 他的歌唱得好 有点滞在这里 有点滞在这边